日本的防衛省的統合幕僚監部 特別指出了在12日上午6點左右 山東艦在日本宮古島以南 約42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航行 確認實施的是艦載戰鬥機 還有直升機的起降訓練 那防衛省也做了一個分析 他說目前在這旁邊有四艘的是 來自中國大陸的海軍的艦艇航行 這當中包括畫面上 我們來看到這四艘 包括055 好型號不特別念出來 055導彈驅逐艦 052D的導彈驅逐艦 還有另外一個是05A 054A型的導彈護衛艦 統計光是7月9號到18號 在太平洋上面航行的期間 我們看到山東艦總計實施 大約420次艦載戰機 還有直升機的起降相關訓練 山東艦搭配的編隊 我們現在來看 真的只是做操演飛機的起降訓練嗎 剛剛我們特別聊到的 這旁邊的四個編隊 都是主力戰艦 未來就是主要配合山東艦的航母打擊群嗎 這一次出海 其實讓越方看得清清楚楚 大家也都會覺得說 是有什麼樣的特殊目的 不再遮掩了 艦長怎麼看 首先我特別要說 這個隨著中國大陸的航母越來越多 未來航母到我們東邊去操演的這個頻率會越來越高 我們應該要慢慢地習慣 但是因為台灣總是 所有人其實我不能說台灣 所有人都是習慣說 這個人一定是針對我這樣做的 其實不是 他操演他就是要到那裡去 他就是要練習 有軍艦有飛機 就是要訓練 那你是不是針對你 我覺得有時候不是 但是我們去這樣子過度解讀 第二個你要想 像目前有兩艘主艘船 一個是福建 一個是山東 福建目前在海市 好不好 他還沒有開始訓練 他在海市 就是試驗他的裝備 那山東現在在訓練 所有的航母訓練大概分三種 第一種是單艦的部署訓練 好比說我一個人掉到水裡 我怎麼救他 好比說我的輪機的裝備故障我怎麼樣 好比說我船上哪裡撕火 我要怎麼樣去滅火 這都是在單艦的 這些單艦有的在港內就可以做 或是在附近的港湖做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就是單艦的飛機起降 我沒有管道作戰 我就是訓練他起降起降 這個在東海 黃海也可以做 但是還有一個是戰鬥群 戰鬥群就是有一群 就像是拉了一群的人出來 戰鬥群的他訓練的時候 他的半径基本上要有500公里以上 所以唯一的區域就是我們的右邊 就是叫做菲律賓海那裡 只要是航母戰鬥群訓練 就要跑到我們的右邊去 他有沒有針對我們呢 我倒不覺得 那不然他要到哪裡去 他沒有地方可以去的 他往上拉在威脅日本 他往下拉在威脅菲律賓 他往東拉在威脅美國 你都可以去做一些解讀 他可不可以去調整 順帶的除了做我的訓練之外 順帶做一些政治的威脅 當然可以 他甚至可以調整一些時間 原來我是下個禮拜 不是下個月的10號要做的 結果最近南海形勢緊張 我也許7號就跟他拉過去做了 他就我又做訓練 我又有政治宣誓 這就是他的一個 那至於說他每一次的 這些 航母戰鬥群的標準配備啊 那這個還沒有到齊 或者是說有些東西 你不見得你看得到 因為他不是跟在他旁邊 他有時候一下散開來的 就好像打球都有一個 籃球都有兩個前鋒 一個中鋒兩個後衛 他有一個標準的 航母戰鬥群也有一個標準 航母一個 兩艘巡洋艦 像中國大陸就是動物 它是作戰指揮的 要輪流的 三艘驅逐艦 是為了附近的防衛的 然後天空有個預警機 水下有兩艘核子攻擊動力 這是他的標準配備 是一定要到齊的這些 才能夠去打仗嗎 也不是 有時候可能少 尤其像美國最近 注意看美國最近 所有的航母戰鬥群出來 你去點他那個兵力 都少 都少 因為他最近真的是 太忙了 他才是叫做捉襟艦種 像俄羅斯的兵力不是捉襟艦種 他真的是捉襟艦種 那至於中國大陸現在剛出來 他應該都會去配備他的拳道 因為他在訓練階段 那看到的三個 不見得就是他所有的 也許他在別的地方還有一個 再配合他演習 不一定 但是你去注意看 每一次他的訓練的 已經浮擎的訓練到我們東方 不管他在那裡待幾天 那幾天你每天去看 艦機老台的次數又大幅增加了 你看前幾天都是三十幾次 三十幾次 他其實不是 因為他只要到那裡去操演 他就要有東西兵力配合他 跟著去操演 所以他的飛機 他的船艦都會跟著增加 所以但他不是為了說針對著台灣 他是為了他自己的訓練 那當然你要解讀說是為針對台灣 也可以解讀說是針對台灣 因為軍力永遠是服務於政治 他的政治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是好絕對是在訓練 那有沒有政治的訓號就是各自做解讀 這個時間上面因為有政治訓號在裡面 時間上大家也會覺得這個操演的時間也特別的詭異 這是來自美國的新聞週刊做的解讀 他說這個山東艦的航母編隊 他說這一次遠航的訓練應該是近年來 兩次訓練間隔期最短的一次 竟然只有25天 時間上覺得很奇怪 因為山東艦每次出現都是在這個西太平洋 恰逢美方上週末剛好才下令 林肯號加速趕赴中東 所以說山東艦的編隊常態性的 都是在美國的航母離開的時候出現 這有沒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意涵 西太平洋海域還會是美軍 接下來想來就可以來的地區嗎 老師 我就是要政治解讀 剛剛建長所說 當然他是要來訓練 意思就是說這一條是他們自治的第一條 那當然是排名第二 因為還有一個瓦朗格號 那等於說他們是2013年就開始造 2019他是正式的下水了 所以說他還有很多很多的 必須要的這種訓練 來完成他能夠真正進行 到達這個進行作戰的這種目的 所以說這個所謂的這個訓轉戰 這個現在呢 他已經我看慢慢慢慢已經區域成熟了 好 那你區域成熟了 他說當然你要找一個地方去訓練 這樣建長講 可是呢 你美國走了我就來了 意思就是說 不然的話我在哪裡訓練啊 我在這個台灣海峽這邊 我在這個黃海這邊 我在這個南海這邊 訓練的意義在哪裡 當然他就是要針對台灣嘛 意思就是針對台灣之外 當然就是針對美國嘛 意思就是說你美國以後你要來怎麼樣的話 我這邊就先把你擋住了 我也在這 當然啊 對不對 那我就先把你擋住的話 我就看你 你是不是真的還想來染指台灣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這個政治意味 跟警告的意味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否則的話我搞那麼多航母艦幹什麼 對不對 而且呢 他這一艘完了還有陸續的後續 還有持續的在在建造 那當然除了航母以外 他還有很多其他的 包括驅逐艦 包括這個很多很多其他的 都像下角子一樣的 在這建造當中 那你現在搞了這麼多 那當然主要的目的呢 就說因為你西方國家 由美國所領導的這一群國家呢 你現在對於台灣的問題 你一直不斷的在挑釁 那你這樣的話 那我 你要我 我難道做事不理嗎 不可能嗎 那所以說 我現在就是要用這種方式 從海洋 從海軍的這種強化的 這種方式呢 來 給你們一個警告 意思是說 好你要來 那你出來玩大的 那玩大的話 那當然 我就奉陪到底 因為台灣的這個問題 北京是不會放手的 是 這東西對於其他的國家來講 沒有那麼重要 當然也很重要 可是重要性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誓死一定會來保衛台灣 來警告外界 是謝謝唐老師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線 未來